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动的河水中含孕着君子立身处世之道 他长流不息滋润忘物给大地带来生命好似有果 虽有摆着千回却始终奔流向东方又好似有志 面对千尺绝壁一往无前又好似有勇 刘陛下好大无尽而不回返又似有道 清澈透亮万物于水中都能洗去污秽洁净自身 又似善于教化 河水有如此之多的美德 不正是君子立身处世之道吗 不正是君子立身处世之道 不正是君子立身处世之道 不正是你 不正是君子立身处世之道 不正是君子立身处世之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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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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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秋叩谢君上大恩 孔秋 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为了铭记君上恩贼 命名为礼 成人之后 你能够成功 刺字博语 这是我 这是我 是我 这是我 这是我 不对 是我 不 这是我 你真笨 这是孔领 是我 你太笨了 你笨 这是孔领 这是孔领 是我 这是孔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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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 就不给 不给 给我吧 狼儿 好孩子 不苦啊 我要鱼 我要鱼 好孩子不苦 你听 父亲在弹琴 好孩子不苦 你不肯 对 我 你不想 你这一天 你掌握了这支曲子的弹奏技巧 可以学新的曲子 我觉得这首乐曲不同于一往所学 为什么 四曲精神玄妙非同一般 当然 我只觉得精妙却说不清楚 你的感觉十分准确 来 我告诉你 不约是 我虽然 已经掌握了此曲的弹奏技巧 但尚未领悟到其中的智趣神韵 先不学新的曲子 可以吗 你想自己 并无此曲的智趣神韵 我想试试看 那好吧 十天之后 我来替你弹奏 众余 展羹他们来了 快请他们进来 老夫告辞了 是 也是 荣尼熊 请你们稍等 请坐 好 好 你们来是有事情你教我们六亿有半年多了这些东西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们喜欢学艺我应该帮助朋友之间用不着这样你用正因为是朋友所以我们才需要互相帮助是啊 再说你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宽宇兄像我们这样的人能有从学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除了你还有什么教我们呢所以你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夫子谢谢清哥 你们的心情我能够理解我们依然只是朋友因为我还不具备做夫子的资格 可是国人们都在称赞你的学问广博精深呢 我只是掌握了一些该学的知识 离广博精深还差得很远 而且一个人 人要真正的为人事故仅有知识学问不行还需要有完美的人格 哦 完美的人格 应该如何理解 文良公俭让 忠贞仁孝替 简言之 也就是君子之德 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美德 世书礼乐 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良好的品性 但是 必须学以之用 也就是说 学习知识 与学习做人 二者 不可分割 我认识 众医兄 你这学问与人格已达到君子境界 不而国人们称你为孔子 四海之内 也有许多人称众医兄精通里乐 令人不能理解的是 鲁渤 为什么不能忠贞 是什么 我们不谈这件事还是谈别的吧 众弟兄 你方才所觉得是什么乐曲 我也不知其名 你也不知 是的 我还没有领悟到他的秩序神韵 如果能悟到乐曲中的秩序神韵便可得知曲名吗 曲名也许悟不出来 但对作乐者的为人风貌 或许能有所领悟 对 好 好 当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一出尊贤爱民的美好品牌 此举除非周文王 还有谁能做得出呢 此举正是周文王所作 名誉文王草 一曲文王草令老夫明白了 仲尼何以能够国学多参 越是过奖的 人若能将华夏的礼乐典籍进阶掌握 取其金黄并加以丰富才可称得上国学 人若能像文王周公那样 是天下太平昌盛 方可称得上多彩 我没料到 祝你竟有如此远大的志向 岳师 孔秋没学会一首新曲 总愿与人合奏共吟 不知岳师愿和孔秋同奏 沿适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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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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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孙大夫 我要再争执了 好吧 兵接齐君的礼仪 就委托季孙大夫 你怎么那么想什么 天生五彩 必有大用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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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鹿国大夫既孙逸辱奉寡君之命迎接齐国国君 齐国大夫也应奉寡君之命向鹿国国君致谢 民远道而来国里不成敬意 贵国一片盛情 理清满表谢意 请齐国君上进城 此刻进城多有相绕 不认识 还是落日之后再进城 好 既然贵国如此热情相邀 直升贵地 只好遵从主人的安排 相绕之处 再往多多担待 不认识 既然贵国 既然贵国 坐下来 来来来来来 坐下来来来 出来 既然贵国 是 母親 你看這隻小鳥想飛 众尼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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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国君臣已被赢成 正在兵舍里更衣呢 不成是礼仪如何 与平日演练的一样 那就看太妙了 104常 2寬敗 母亲 rias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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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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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你可出了大名了 军上请你进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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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到什么你直说就是 是 你走近一些 请齐国君上原谅恐求 去去故意曹野之人理应在此 你再近一些 谢君是公司 华人在齐国便听说你多学多才 对李悦尤为精通 不知学义何人 你求学无常诗 三人情必有我诗 学无常诗 三人情其中必有我诗 念尚卿 此话如何 好极了 学无常诗 必会博彩重常 十月 他山之时 可以公寓 东秋 既然你精通李悦 寡人问你 李悦对社稷的安危兴衰 不认为有什么作用 李秋怕是说不好 你怎样认为就怎样说 即便错了 也不会怪罪于你 是 李秋认为 先君治理是为了建立天下的秩序 让臣民习惯于有秩序的生活 并感受到唯有这样的生活 才能快乐 同时 为了使快乐不受到压制 能及时的通过动作声音表述出 又制作了乐 因此 李乐之中通惯着人情 李的仪式虽有种种不同 其目的应当是为了使人相敬相安 乐的歌舞虽有种种不同 其目的是为了使人相爱相助 李的性能在于区别 乐的性能在于融合 学礼能够明辨君臣之分 掌幼之位 区别父子兄弟 男女之亲 学悦可使人的性情和谐愉快 使人的性格宽厚 刚认 臣民百姓若都能接受李乐之教化 讨厌 各自的行为自然会遵守规范 政令赏罚才能真正起到 统一民心惩恶扬善的作用 所以李乐不兴则政令刑罚不重 政令刑罚不重 则社稷的安危兴衰就无法保证 因此李乐于社稷的安危兴衰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人再问你一事 西方秦国地处偏僻 原本是罪儿小方 可是秦穆公为什么能够称霸于西方呢 秦国虽想其志向远道 江土虽偏僻 却能够以中正之策治国 选贤举能 仲裁善任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沃尔能够称霸 如此说来 秦国的兴盛并非是李乐所知 对吗 也就是说 李乐对于国家的兴盛衰弱 并非像你刚才所论的那样至关重要 对吗 不 选贤举能和仲裁善任 正是周文王的主着 周公治理作业 是为了维护文王之道 因此秦国所为 实际是尊秦的李乐而行事 依照你的见解 李乐 政令刑罚 自卫一体 使他们都能发挥作用 而又互不冲突 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上策了 是的 这叫做宽谋相计 重要的是 宽与猛的实施不可偏离 而李乐恰恰可以帮助执政者 恰到好处的把握住分寸 不可偏离 说得对 宽丘 你有多大年龄了 三十 你的学问已经超过了你的年龄 更超过了你的意义 宽丘去我们齐国如何 这 恐怕不同 不过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夫君 怎么样 好 成啊 既然都认为孔丘人才难得 就应该委以重任 先祖的规矩 怎能随便改动 我鲁国重臣向来是父祖相继 代代相传兮 孔丘一不一之事 但是如果认为鲁国重臣不妥吧 作为人才 恐求实为难得 如不能重用 国人也会指责我们违背先祖之训 不能选贤举能 选贤举能固然重要 我鲁国自建国以来 一向不用外星人作为重臣 否则 先军创下的基业就要落入他人之手 当今不少国家都在启用那些具有真才实能的外星人 当年齐桓公用管重 国家不仅没有落入他人之手 反而成为雄具东方的霸主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齐国是齐国 鲁国是鲁国 不许多 我们三家既然固有辅佐军上的使命 理应为国家的事情提出自己的主张 军上 你说呢 如果他就不愧 你不愧 你不愧 也就不愧 你求 王后 你想如何 你也不认识 季大夫说 如果你不义 可以去做他的家臣 我养护知道你志向博大 才能成全 为此 我从看不起你到今天敬虑 可你想过没有 在鲁国想要成就大事 只有一口祭道 以他为首的三家 左右着鲁国的一举一斗 国君尚且听见他的百步 何况孔雄也一个不一 孔雄 为阳虎不信为上者永远为上 在下者永远在下的说法 可我认为 做人为了求不齐煞 你要是先得委屈在下 做季大夫家臣只是五五三思 定了以后就去找他 停止了再继续 乱得更多人 NA 楚得更多人 根本来自他 还有每天是届 的一终 風格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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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